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,李宗虽然后来征战立下过不少战功,但他开始成名,却不完全是靠自己战场上拼杀德莱,尤其是他刀砍多多陈寝至其死亡,更是让孙权以依旅以公赎罪盖过。 那么,这个敢杀多多的李宗,凭什么得到孙权的这般维护呢? 灵统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灵统字功绩,无都于航线人。 父亲林操,轻生重瘾有胆气,孙策刚起兵时,林操常常跟随征战,每每行军在前而杀敌充当先锋。 在担任永平县长任上,这里山岳人很有成效,境内奸华之人缩手不敢违法,升为破贼效率。 到了孙权统领军政事务,林操跟随他讨伐江夏。 攻占下口,林操率先进击,大败敌军前锋,成青州不自冲锋在前,不幸,身中流箭而亡。 林操涉年十五岁,考虑到林操是为国丧身,孙权因此任命林操为别不思马,代理破贼都尉,让他带领父亲林操的原班人马。 孙权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,后来孙权攻打山贼,在攻破宝屯后先行回尸,剩下马屯的一万敌人,让林操与都督张一等人留下围攻,并限定进攻的日期。 本来,此前的诸禄是陈琴,却因为一次酒宴失德被林操用刀砍。 陈琴刚强勇猛而纵情任性,当时他担任宴会的继酒官,欺凌满座,不按正常的规矩罚酒。 林操痛恨陈琴的傲慢无礼,当面纠正他的过失。 陈琴不但不予理会,还反过来怒骂林操,连林操的父亲也一道骂了。 林操流泪没有作声,众人因此罢奇离去。 可是,这个陈琴进入了一个作死的节奏,趁着九姓继续逞恶,又在路上侮辱林操。 林操忍不可忍,拔刀看了陈琴,几天之后,陈琴便死了。 不管是什么原因,杀死都督总是要被治。 罪了,但孙权却没有过问这件事,而是让他继续带兵攻打山贼。 在攻打麻团的时候,林操说,我不战死无从得到原谅。 于是,率领督促土族,亲身冒着飞剑雷石前冲。 他所攻打的一面,顿时攻破,朱将成胜跟进,于是大获全胜。 回市之后,他自行捆绑,让军中纪法官将自己关押起来。 孙权认为,他果敢坚毅令人钦佩,江公赎罪,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 再后来,孙权再次征讨江夏,周瑜击败陶操,孙权攻破晚线的战斗中, 领统杀敌勇猛,勇往直前,屡立战功,领统被孙权任命为当后中郎将,兼任佩郡下。 合肥之战在三国虽然算不上特大战役,但却很是成就了多元战将,尤其是魏国的张辽。 但作为无功而返的东吴来说,同样有将领在这次战斗中央名,这当中就包括已任佑部都的领统。 当时,孙权开始撤军,先头部队已经出发,魏将张辽等人,却突然杀到逍遥金北面。 孙权派人想追回先头部队,而那些人离去已远,势难相救,领统率领新兵三百人冲入敌军包围圈,保护孙权杀出重威。 此时,魏国军队已毁坏了桥梁,桥的连接处只剩下两块木板,孙权驱马飞驰冲过桥去,领统又掉头再入战圈,手下人已全部战死, 他自己也身负重伤,但继续杀敌数十人之后,估计孙权已经脱险,他才返回。 那时巧已坏路已断,领统只好披甲隐蔽前进。 孙权已经上船,看见领统不胜惊喜。 领统痛惜自己的亲兵没有一人生还,被伤得难以自控。 孙权拉起袖子为领统擦肋,对他说,公祭,死的人已经死了,只要你活着,还怕没有人吗? 领统由此被任命为偏将军,加倍受给他本部兵援。 这时,有人向孙权推荐灵统的同郡人圣仙,认为圣仙的刚直气干和灵蛮不苟的节操,又超越灵统之处。 孙权说,只要让他像灵统这样,就足够了。 灵统认为,山里还多的是强壮飘汉之人。 可以用声威和恩泽诱导他们,孙权便命令他到东部各县去招募乃至征讨,又命令各所属城镇官员,凡是领统所需求的一切,都先供给在上报。 领统向来爱护官兵,官兵也都仰慕他。 领统穆德精兵一万多人,经过老家所在县,坐到不行进入官府大门,欠了县力纸板三拜,恭恭敬敬,比节周到,对待朋友,情意更加深厚。 事情办完将要离开时,不幸因病去世,十年二十九岁。 孙权得到恶号,垂床两酒痛不能自止,几天都很少吃饭,一说到领统就泪流满面,还让人写了计数领统经历和功德的文章。 领统的两个儿子领练、领峰,年龄都才几岁,孙权将他们收养在宫中,爱护相待,就如同自己的几个儿子一样,每当宾客进见,便把他两人叫出来给客人看。 说这是我的两个胡子。 到了他们八九岁时,孙权还让专人教他们读书,每十天让他们骑以刺马,并追击领统的战功,丰。 他的长子领统为庭侯,还给他父亲的原班人马。 后来,领统有罪被免除丰绝官职,领统又继承爵位并统领部队。 孙权对待领统,应该说是超乎寻常的。 如果说和肥逍遥金一意领统对孙权有救驾之功,但他杀陈秦时,却并没有多少显赫之功。 所以说你,领统杀都督不被孙权治罪,完全是因为孙权在念他父亲领操的功劳,就像他的儿子被孙权两在宫中一样。 看来,封建社会的功劳,不但可以用爵位的方式传承给下一代社君主的好物,也是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